我们推测 一方面的话是栖息地的放尸 就是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由于人类的这种生产生活的活动 其实是占据了大量野生动物的 然后它原来是增空间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柴 它本身的习性有关系 柴它是集群捕猎的 所以说呢 它主要是以大型的食草动物为食 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它就可能和人之间产生这样的 有很多的冲突 就是说它可能会捕食到 这种人散放的这种家畜 就是由这种人受冲突 带来了很多这种人 对于柴的这种捕杀 这些直接的猎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員